好久沒有來橫濱了 所以今天搭乘東橫線 這邊是橫濱的園丁中華街 從東京搭這個東橫線來到橫濱其實很方便 搭乘快線的話差不多半個小時40分鐘 就可以直接抵達橫濱的中華街 如果大家來東京旅遊又想體驗一個不同的城市 那我覺得在東京周邊最好的選擇可能就是橫濱 因為它離東京非常近 所以基本上發展的也很好 有好多人可能在東京上班 但是是在橫濱之處 東京現在的遊客非常多 到處都是人 不知道橫濱這裡是不是會好一些 那今天就來做一個橫濱的一日遊 帶大家看看現在橫濱的情況是怎麼樣 本來說是先要去山下公園 不過一出地鐵站 首先看到了這個中文名 翻譯成能晃到港口的山丘公園 走進去看一下裡面是什麼樣子 今天的天氣還不錯 雖然是冬天 但是有陽光也不會覺得很冷 看來是要望見這個港就是要爬很長的階梯 希望我現在上市之後看到的風景能夠值得吧 看起來是有一點點的高 這個階梯走得好累 難怪這邊都沒有什麼遊客 因為這是要慢慢爬上來的 像是在爬山徒步一樣 看到這裡有一個展望台 就是往這邊的方向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開闊 很大一片區 也沒有特別多的遊客 基本上是沒有人來跟你搶 從這邊看出去 這一個方向一大片 好多都是那些倉庫碼頭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以遊玩的景點 然後鏡頭轉過來 能夠看到一大片高樓的這個區域 就是橫濱的市中心 下午我就會到那一邊去參觀遊覽一下 今天因為天氣很好 連遠方的東京那邊的一些高樓都能看得到 鏡頭中我手所指的這個方向 可以看到一個1比1還原的 而且可以動的高達模型 那邊就是橫濱的高達工廠 好多人來這邊橫濱旅遊 都會去這個高達工廠參觀 但是很可惜 據說這個高達模型在2024年的3月31號 就會被拆除 那到時候這個景點應該也會漸漸成為歷史 這個展望台真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體力如果夠的話 不妨上來看看 我覺得還是蠻不錯的 這裡還有一個看起來蠻漂亮的花園 那現在就前往山下公園 這邊走過去400米 應該也就幾分鐘而已 只是橫濱這些地方 步行應該都算比較近的距離 所以也不太需要搭乘其他交通工具 這個高達草下的這個河流好清楚喔 居然看下去是綠顏色的 現在應該已經走到了山下公園 所在的範圍 有人在表演吹奏 這裡人真的不多 跟東京彼此來這邊簡直就是 像是世外桃園一般 感覺就是非常舒服放鬆 大家如果來東京旅遊的話 抽一天來橫濱 可以稍微的平衡一下 那種庸直的感覺 有時候在去 這樣去清見 這邊是可以是用的 有時候也要去 有這個地方 在收集的感覺 其實應該是在收集的地方 那樣是一天 那支庸直的流泓 也很激烈 然後在收集的地方 應該是想要去 那架外面 已經可以買下去 現在她就有一個天氣 很久 她現在就要去 我要去年來 沿着这个港口的步道散散步 也是蛮舒服的 好多人带着小孩还有宠物来这边散步 也有人来这里健身跑步的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块休闲用地 这边停泊着的这艘船是叫做冰川丸 它是建于1930年 现在已经是横冰港这里的一个标志性景点 其实以前它是用于运输货物的船只 后来它又被改造成游船 提供游览横冰港这边的游览服务 那现在这边它就是开放给游客来参观 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 参观的料金是300块日币 如果大家对日本的游船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登船去参观一下 走到这边看到有一个叫 The Wolf House的地方 应该这边就会有一些商业餐厅等等之类 那现在我先走到这边 决定先要去一下中华街吃一点东西 然后下午再去红砖仓库继续游览 很冰这边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这个城市的面貌都很新 特别是这边市区的范围 这些建筑看起来都是像是新造一样 或者说它可能是保养的比较好 所以看起来都很新 而且感觉这个城市要比东京更加的干净 街上基本上是一城不篮 所以总体来说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这边已经来到了横滨的中华街 从山下公园这边走过来大概也就五六分钟的距离 那横滨的中华街其实也算是横滨这边蛮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 好多日本的旅行团都会来这边参观 前面这一对应该就是日本其他城市来横滨旅游的一些观光团 他们应该对中华街还蛮感兴趣的 那我也来这边参观一下 顺便在这里吃一点东西 看到有看向的摊位 日本人好像还蛮相信这种看向的 一般这种商店街里也都很多开着这种看向的店 天哪,这里也太多人了吧 太夸张了 那么多人 这里四条通道 每一条都是子满了人 真的是非常夸张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来这个中华街参观 可能是可以吃到一些不一样的食物吧 这里看到一家香港饮茶专门店 居然还要排队 看起来是蛮有人气的 我准备买一个这个港式饮茶 丝油剂的叉烧包吃一下 吃吃看这个味道是不是有天好运的叉烧包那么好吃 因为它的价格并不便宜 两个是要550块日币 它的表皮其实价的很酥脆 然后这个叉烧包里面的肉馅 给的也是还蛮多的 综合来说是一个好吃的叉烧包 从一定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要比天好运更好吃 不过这个叉烧包做的稍微小了一点 如果能更大就更完美一些 小笼包 北京烤鸭 还有台湾姿排 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喜欢的中华美食 其实日本人对中华美食 他们喜欢吃的东西都是限定的这几种 如果你让他们吃一些 比较奇奇怪怪的中华美食的话 他们可能就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来到这边 他们卖的东西也都是很雷同 基本上就是日本人比较熟悉的一些 那超出他们认知界限外的 可能他们就不太可以接受了 这间店也是很会做生意 知道日本人喜欢熊猫 所以就把这些馒头做成熊猫的样子 那肯定是能吸引来生意 这边有写这种花字 一副是500块钱 看到一间卖糕饼的店 叫同发 进去逛一下 它里面好像是卖一些传统的中式糕点 这个店里居然还有卖月饼 虽然现在离中秋节还很远 但看来他们应该是一年四季都有在卖 我买了一个黑芝麻的月饼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饼叫松盆酥 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名字的饼 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核桃酥 不知道什么味道 那这两件东西我都是买回去明天当早饭来吃 到处都是这种卖芝麻麻酬的地方 一个100块 这个是现炸的 所以里面还是热的 我本来以为里面是没有内馅 原来这里面是有那个豆沙 这个麻酬也是意外的蛮好吃 可能是因为它是刚刚现炸出来的关系 都有点想再买第二个 不过还是要留点肚子 再吃一个别的东西 那我应该现在会去再买一块炸枝排吧 吃完炸枝排我应该也就吃饱了 因为枝排实在太大 我一个人可能吃不完 所以改点了枝柳 这个枝柳也是刚刚现炸的 家店的生意也是很好 排队一直不断 这个枝柳味道就普普通通 然后它的调味料也不是很多 连辣粉都没有,只有那种胡椒粉 不过也算是能吃吧 就是比较普通的那一种 那吃完这个的话 我今天中午应该已经是吃得很饱了 准备继续回到横滨的港口 参观其他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感覺这个横滨的中华街 基本上90%都是日本本地的客人 然后偶尔会有一些私方的老外 走了一圈,基本上没听到有讲中文的游客 可能大家对这边也不是很有兴趣 因为这里吃的一些中餐 应该都是属于那种日本人喜欢吃的日式中餐 不过这边也有正宗的中餐 像是这个阳果福的麻辣烫 应该就是从中国开过来的连锁店 不过像这种正宗的中餐里面就没什么生意 日本人可能还是吃不惯这种太正宗的中餐吧 这里有一间叫中华街大饭店 好像排队的人特别多 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名人叫佐藤健来吃过 所以他就推了一个套餐 一个北京烤鸭,一个肉的馒头 还有一个酸辣汤 三件东西是750块这样一个套餐 这边的灯笼居然是这种亮黄色的 这个是我平时比较少见有用这种黄色的灯笼 一般都是红色的 但是我在越南倒是经常看到有用这种黄颜色的灯笼 这里上了一个高架布桥 现在我就先走到这个高架布桥上来走一下吧 不知道有没有人吧 这里比坐是横冰版的高线公园 反正都是建造在城市中 然后是一个高架布桥 这个赤坟跟曼哈顿那个高线公园真的蛮像 沿着这个高架布桥一直往前走 差不多马上就要来到红砖仓库 看起来今天应该前面是在办什么活动 好像很热闹的样子 今天天气实在是真的很不错 所以大家都出来活动了 看到这上面写的是Pano Fest 这是面包的展览吧 可能是这里有各国的面包在这里做展出 每一间卖面包的铺位 都是有好多人在排队 从这个介绍手册上来看 应该就是日本每一个县市 他们有名的面包店都来参展的感觉 那么多的面包哪一间会最好吃呢? 在这个会场最外面 Family Mart还在排队发面包 所以我还免费领了这三个小小的面包试吃 这也是属于他们今天的活动之一 好多人都在那里领 这里周末真的是好热闹 这边还有喝酒的会场 都还没有走到这个仓库林 外面都已经可以逛好久 各种各样的摊贩 前方看到好像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展览馆 它叫北朝鲜工作船展示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捕获的一艘北朝鲜间谍船 然后放在这边做展示 一进馆就看到这艘巨大的船 然后看它这边的介绍显示 是说这艘船是在2001年12月 日本在海上发现的一艘北朝鲜这边的一艘间谍船 当时这件事情还造成日本和朝鲜的外交官司非常紧张 这艘船上还能看得到青丝的淡痕 不过我个人是完全对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很有印象 不知道大家有自得过当时2001年发生过这样一件国际事件呢 最介绍应该是2001年在九州西南海域发现的这艘船 这边有一些中文的介绍 关于这艘间谍船的一些情况 这个是船的内部 排进式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蛮大的一艘船 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 原来日本和北朝鲜以前还有过这样一段 我不知道的故事发生过 这个展览馆就是在红砖仓库的对面 给大家看一下 只是两个地方的位置并不远 所以大家如果参观红砖仓库的话 可以顺便来这个展览馆里参观一下 它是营业到下午的四点半 这个红砖仓库它的外表看起来是非常老式的仓库建筑风格 但是它的内部其实是装修一新的 那我现在就进尺带大家参观一下 进来之后会发现这里面完全都是翻修一新 各种餐厅咖啡店甜品店 还有一些礼品店和精品 像是一个美食广场一样 里面各种餐饮店 连慈阳宣都有 价格看起来也不贵 这样一个韩国的套餐 1200、1300 如果这个地方对我来说稍稍有一点太商业化 太多的游客 有一点点拥挤 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室外这样的感觉 听说这一间松饼店也是在这里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说那家店很好吃 果然是有不少人在排队 不过现在好像感觉吃不下 下次有机会再来吧 就这样快速地逛了一下红砖仓库 我觉得来这边稍微逛逛吃点东西还是蛮不错的选择 里面的各种餐饮品牌还是蛮多的 而且价格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贵 所以也是横冰旅游 可以值得大家来打卡的一个地方 从这个红砖仓库出来之后 直接能看到前方有几栋建筑 上面英语写着叫Marine and the Walk 看起来好像是类似于精品店那一种 之前我也没有做太多的功课 想着来横冰就是随便走走 走到哪逛到哪 所以也不确定前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商场 那我现在就往那里走一下 感觉如果来横冰一天的话真的是蛮多地方可以逛 像我今天从早上11点多来这里 已经逛了好几个景点 但是感觉还有很多地方值得逛的都没来得及去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在横冰安排一天旅游 果然这边是一个商场里面有一些精品店 看起来也是新造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临着这个海滨而造的直动建筑 看起来这个氛围还是蛮有情调的 像这个餐厅的菜单 看起来这些东西都好精致 还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店 都是没怎么见过的品牌 大概是他们的综合品牌店吧 这个餐厅也装修得很好 就是临着海岸 旁边就是一栋新造的舟字酒店 难怪这个地方感觉非常的高级 应该是横冰比较高级的地段了吧 其实我十多年前来过一次横冰 当时横冰给我留下的印象 并没有像现在一样那么潮流的感觉 但是今天在横冰这样逛了一圈 觉得这边现在好多这种很潮流的精品店 还有这种高级酒店 都在这里新建了 所以对这边的印象更好 这个周级酒店旁边 还有一艘非常巨大的邮轮 叫做Atania 不知道是开往哪一边的 我刚才用手机查了一下 这艘邮轮接下来的25天 都会在东亚的几个国家之间穿梭 除了日本的几个航点之外 它还会去到极洲岛、基隆、上海、天津、香港等等一些地方 一共是25天 然后最便宜的价位 我查了一下是5000多块欧元 应该也是一艘蛮高级的邮轮船 这种帆船造型的大龙 曾经应该是横冰的地标 但是现在也已经老了 据说这里面的酒店以前会很贵 现在好像价格都是蛮便宜的 然后这边看到了在运营中的那个缆车 也是前两年刚刚才新造出来的 还有前方这幢很高的塔楼 我以前来横冰的时候也是没有的 想必现在应该也是横冰这里价格最高的公寓了吧 这一幢阿帕酒店的话 没字错的应该是全日本有客房数最多的一间阿帕酒店 印象总好像是有2000间 我不知道有没有字错 总之这个数量真的是很夸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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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